下部份的畫面是在設施服務面錄製的 所以是一項情況 請各位一到正式服務的微准喔 嗨各位 這部影片要來介紹這次的新角色 阿信 阿信在遊戲中的定位啊 應該算是一隻坦克喔 他滿級的血量是6720滴 跟在Block Talk裡面釋出的畫面比起來是少了大概500滴左右 不過6700也算是一個非常高的血量了 那阿信的攻擊方式啊 是像BB還有妮塔跟法蘭克的綜合體 攻擊出去是需要施法動作的 但是在攻擊的同時 跟BB這隻角色是一樣的 阿信傷害的部分 單下的攻擊是1120滴 那阿信這隻角色 他有一個被動的怒氣條 當自己攻擊到敵人的時候 或是被攻擊到的時候 會累積怒氣條的充能 這個怒氣條總共會有三個階段 每一個階段都會提升阿信這隻角色的攻擊傷害和移動速度 一開始會是一階 傷害的部分是1120滴 移動速度也會是720 那二階開始的時候 傷害會提升到1680 速度的部分也會再稍微加快一些 三階的話 傷害會翻倍到2240滴 移動速度的話 也會有更顯著的提升 但是這個被動的怒氣條 它是會隨著時間而倒退的 而且倒退的速度 我自己認為是還蠻快的喔 所以你要一直保持阿信他在三階的情況 是還蠻不容易的 這隻角色的官方所定的移動速度是中等 但是他移動速度會隨著他被動的怒氣條而增加 最快可能會到770的跑速 或甚至是更高 大招的部分是需要打出三下普通攻擊才可以充滿 效果是丟出一個箱子出去 那會從箱子裡面分裂出5個小老鼠出來 每個老鼠都可以對敵人造成420滴的範圍傷害 這個大招如果集中到敵人 它所給的大招充能非常的少 如果全中的話大概只會回4分之1的大招充能而已 但是它所給的被動條 累積的倒是蠻多的喔 只是這個大招每隻老鼠的血量都並不高 只有420滴而已 除了對手是無法貫穿射手腳會非常難處理之外 其他角色要處理掉的話 應該都會蠻輕鬆的 阿線能力之性的部分 第一個是越掃越氣 效果是在自己彈藥槽全滿的情況 下一次的攻擊如果命中到敵人 可以多累積100%的怒氣條 這個能力我個人是覺得還好 畢竟是僅限於彈藥槽全滿的第一下才可以觸發 而且還要考量到那一下能不能垂到底人喔 條件的話稍微有點太多了 就像阿線這次角色被打到 它的怒氣條也會充能的關係 所以這個能力之心的效益就並沒有這麼高 第二個能力之心是怒氣充充充 效果是當阿線的怒氣條全滿的時候 它的攻擊速度會增加30% 即便是在怒氣條累積的過程中 它也會等比例的去增加你的攻擊速度 這個能力的效果跟第一個比起來就比較穩定了 再來是武裝配件的部分 阿線的武裝叫做鎮定技 效果是消耗等比例的怒氣條 最多可以恢復自己2500點的生命 這個配件的CP值就非常的強大 在怒氣條全滿的情況下可以回2500點的血 就算你只有一半的怒氣條 你也能夠回大約1200點左右的血量 只是這個配件的問題是在於說 你需要消耗你的怒氣條 等於說使用這個配件之後 你的攻速或是移動速度條傷害的部分 都會被降低很多 那原本以為阿線這次角色因為攻擊的方式 它或許是一隻可以取代妮塔的角色 但在我試用完之後發現兩者還是有很大的區別的 主要是因為阿線的前期有點弱太多了 而且它的怒氣條下降的非常快 再加上如果是在增加攻擊速度的這個能力 那個揮棒的時間 你整場都會需要去做適應調整 這點在實戰方面也會有一點小小的困擾 上來的部分一階只有1120滴 再加上初期移動速度就是120的關係 連在機甲模式裡面搶低迫的螺絲 也是完全體現不出來優勢的 但是如果對手是出那種沒有辦法硬搶的角色的話呢 你後續還是可以依賴自己的配件去穩拿那顆螺絲 配動怒氣條的部分 最容易累積的方式 還是會需要你去依賴對手 能夠對你造成多少點的傷害 那它是隨著受到的傷害來增加怒氣條 而不是依照你受到的攻擊次數 而且阿線這隻角色 它是沒有辦法利用對基地所造成的傷害來累積怒氣值的 這一點也會讓阿線這隻角色在金庫模式裡面非常的吃虧 那整體來說呢 在沒有經過實戰的情況 目前還看不太出來阿線會是一隻被設計成什麼樣的角色 這點在製作的正式服實裝之後可以再稍微期待一下 那這次更新的影片就先分享到這邊 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掰掰